张小斐挑戏很谨慎,这两年,虽然前前后后接触了不少剧本,但是,只尽足过电影交换人生,而且杀青很久了。 不过,他新电影已经定下来了哈,张默导演的拯救嫌疑人,顺利的话,这个月下旬就能开机。 周比畅出道以来,一直在认真做音乐,近两年也没有随大流疯狂接综艺,数量不多,大部分还是跟音乐有关,其他类别再有,也就是我要这样生活,浪姐和跑男飞行了。 他是真的能做到,在音乐方面不忘初心,对做音乐很有自己的态度,比较追求原创和高品质,这次还真不试吹,是营销号搬来了居静一的一个眼神戏片段,说他演技有进步,底下不管是路人还是粉丝。 评论还是蛮正面的,居静一这段时间营销虽然弱了一点,但是,他的口碑风平,真的是越来越好,可能也是因为内宇有越来越多卧龙凤厨的出现。 大家看居静一都是越看越顺眼了,居静一是个特别清醒的人,他其实很少营销演技,一般有新剧上,大篇幅的通稿都是吹颜值的,最近又加上了宣传舞台,还挺出圈的。 居静一不愧是能在塞纳和大选蝉联好几届第一的人,作为一个唱跳爱豆,他的业务能力真的蛮强的,如果内宇能对唱跳爱豆再友好一点,居静一可能也不用顶着压力,非要吃演员这口饭了。 居静一跟斯巴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不少,斯巴还指望他挣钱带新人呢,对他的态度也是越来越好。 本来,下部戏又给他订了一部古装仙侠剧,但是,芒果那边的现代剧《装腔启示录》主动接触了居静一,居静一签约意向蛮高,斯巴只能把古装剧分给其他人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